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富贵 好福气 一起来听 熬夜是很正常的事 但经常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看到今天这部影片 或许对经常熬夜的朋友们会有所帮助 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 一个人真正睡着觉最多只有三个钟头 其余都是浪费时间 躺在枕头上做梦 没有哪个人不做梦 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 那是因为他忘记了 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三分钟 等于睡两个钟头 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 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 五分钟等于六个钟头 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 通宇宙法则 地球法则 一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 而且你会感觉到 心脏下面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 与丹田肾上的力量融合 所谓水火寄济 豁然一下 那你睡眠够了 精神百倍 所以失眠或从事熬夜工作的人 正子时 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摆下来 睡他半小时 到了毛时 想睡觉千万不要睡 那一天精神就够了 二 睡眠与养生 一 睡眠的规则 战国时名医文植对启薇王说 我的养生之道 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 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生长 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 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步 人一个晚上不睡觉 其损失一百天也难以恢复 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 养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 去取代腐败的细胞 如一夜睡不着就换不了新细胞 如果说白天消亡一百万个细胞 一晚上只补回来五十万个细胞 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 时间长了人就糠了 像糠萝卜似的 为什么世上有百岁老人呢 因为他们每晚都在二十一点准时睡觉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有入睡难 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 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如肝火过剩 睡觉警觉 胃火过剩 睡觉不安 肝阴不足 睡觉劳累 二 睡眠与疾病 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心肠四大病 水果病 冰箱病 电视电脑病 熬夜病 肝脏有一特点 握则回血 坐立 向外供血 子时也即是二十三点至一点 其实二十三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并不是零点开始的 这是我们犯的务时 肝胆相表里 互为一家 二十三点 胆经开了 如若不睡 大伤胆气 由于十一脏腑皆取决于胆也 胆气一虚 全身脏腑功能下降 代谢力免疫力纷纷下降 人体机能大大降低 胆气支持中枢神经 胆气受伤 亦患各种精神疾病 比如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强迫症 躁动症等 丑时肝经最旺 丑时也即是一点至三点 不眠 肝无法解除掉有毒之物 产生新鲜血液 因藏血不利 面呈青涩 久之 亦患各类肝病 以肝病毒携盖者 是由于晚上经常不睡觉 人太虚弱了 也就是说 秩序太乱了 病毒已经到了细胞里了 三 垃圾睡眠给肝脏带来多大伤害 肝主疏泻 过子时不睡 可引起肝疏泻不利 肝气欲结 可见易怒 头痛头晕 眼红眼痛 耳鸣耳聋 胸肋胀痛 女性月经不调 便秘 也可引起肝气生发不足 人会木眷神皮 腰膝酸软 晕悬 失眠 经济 精神恍惚 种则会晕倒在大街上 不省人事 肝 开窍于目 过子时不睡 亦引起肝虚 则出现视力模糊 老花 夜芒 未光 迎风流泪等症状 还会形成青光眼 白内障 眼底动脉硬化 视网膜病变等眼疾 肝 主筋 齐滑在 爪 过子时不睡觉 会引起肝血不足 就出现筋痛 麻木 屈身困难 筋鸾抽搐 亦造成灰指甲 缺钙 病骨软化 癫痫病 骨质疏松等症 肝与心 过子时不睡觉 可引起肝血不足 由于心主一身之血脉 肝有储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 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 引起心慌心颤等症状 严重地形成心脏病 高血压等 心脑血管疾病 四 睡眠的方法 如果你每晚22点钟左右躺下 静静地不要说话 到23点的时候也就睡着了 肝胆开始回血 把有毒的血过滤掉 产生新鲜的血液 到100岁也没有胆结石 也没有肝炎 囊肿一类的病 如果你天天熬夜到1点多 肝回不了血 有毒的血排不掉 新鲜的血生不成 但又无法换胆汁 所以这些人容易得胆结石 囊肿 大三羊 小三羊 各种病症 肝胆在下胶 如果胃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请睡不安 一个是胃寒 如果这个人 胃养本来就不足 过多的喝绿茶 就会出现胃寒 胃寒的时候 人是睡不好觉的 或者吃带泥沙植物过多 胃隐隐作痰 肯定是睡不好 再一个是胃热 就是热气往上走 嘴里喘的都是热气 像这种情况也睡不好觉 再一个是胃燥 口干舌燥 胃里感觉到燥 还有一个就是胃厚 气味的胃 胃厚 这种情况就是 吃了这种厚腻的味道 有人吃海鲜 吃鱼 吃炖鸡 味道好鲜美 吃多了 美味不可多用 这些东西在里面要稀释它 不稀释它 它在里面胃太厚了 所以这个时候 也睡不好觉 睡觉时要知暖 四肢要暖 因为四肢是羊之本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四肢不暖 肯定是肾阳不足 应该在睡觉之前 把手脚 雾暖 手脚和肚脐 背后的命门都要盖好 五 睡眠阴然而异 介绍三种做法 一 睡觉前简单地压腿 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 两手重叠放于腿上 自然呼吸 感觉全身毛孔 随呼吸一张一合 若能流泪打哈欠 效果最佳 到了想睡觉时 倒下便睡 二 仰卧自然呼吸 感觉呼吸像春风 先融化大脚趾 然后是其他脚趾 接着脚小腿大腿 逐渐融化 如还未醒着 再从头坐 三 入睡快的人可右侧卧 右手掌托右耳 右掌心为火 耳为水 二者形成水火积极 在人体中形成心肾相交 久之养心滋肾 现代医学证明 早睡早起的人 精神压力较小 不易患精神类疾病 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 因为早晨在太阳 没有出来之前 地下道的脏气 浊气正往上走 尤其是城市 这些气对人体损伤 是很严重的 六 睡眠中不可忽视的疾病警告 应注意 一 睡眠已早 悟过十时 老年人以八点为正 悟过九点 凡焦十一时 为阳生时 属肾 此时失眠 肾水必亏 心肾相连 水亏则火旺 罪亦伤神 千万物以安眠药片 诸睡 二 枕上切记思索 计算未来事 睡时 疑一切不思 鼻息调云 自己静听其气 由粗而细 由细而微 细而息 是此身如无物 或如 堂入于水 化为乌有 自然睡着 三 如有思想 不能安着 切勿在枕上 转侧思虑 此最好神 可坐起 一时再睡 四 如在午时 即上午十一点 至一点 为一生之时 属心 此时如不能睡 可静坐一刻中 闭目养神 则心气强 凡有心脏病者 切宜注意 每日与此二时注意 则元气日强 无心跳腹泻或小便 贫宿之病 五 夏日起 已早 冬日起 已迟 居北方 宜防寒气 如在月桂等省 早起 防山蓝 张气 中病 时后 勿养天睡 早起 如在饮食 三点至五点 此时切记 欲怒 必损肺伤肝 万望注意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 无量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 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